好了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 今天的一号女嘉宾了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女生 首先还是通过短片 来了解一下 大家好 我叫刘依曼 今年22岁 小哥哥你喜欢吃辣豆家葱娃娃 熊大 光复墙又来看空了 光复森林源源有责 喜欢刘依曼 源源也有责哦 没有物质的爱情就像一盘散沙 不用风吹 走起路就想 如果我只是一个小可爱 你们会为我转身吗 不过以上都不是我 打红唇 长发 我有自己的时尚品味 不随波逐流 只跟着自己的想法去行事 我相信人的一生中 每一个经历过的城市 都是相同的 每一个遇到的人 也是命中注定的 他一步一步 带我到非常完美 来找到那个命中注定 刘依曼 狼桥提问 你刚刚模仿的人是谁 蜡笔小新 熊二 还有小时代里的人 里面的故里 还能模仿谁 下棋啦 今天的目标是什么 今天的目标就是要做 飞美第一个出场自带BGM 恭喜刘依曼 欢迎你自带BGM来到我们现场 你这个BGM带的 你看那个灯光老师刚刚都站起来了 现在又坐下去了 从来没有过女嘉宾出场 灯光老师站起来了 哇 看来你是他的菜 来来来来 赶紧自我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刘依曼 今年22岁 来自山东青岛 是 我今天的爱情宣言是 一定要找到相称的人 相称的人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非常非常国际化啊 然后刚才听她那个VCR里面讲那个口言 我想不到她是这个形象 我想问一下你是混血的吗 哦 我不是 因为我刚刚也是听声音也是 我感觉就是 我一转过来给我的感觉就是 哇 好有外国犯 她长得确实有点像少数民族 哦 今天是才艺还是互动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首歌 谢谢 那我是绝绝的 但是我现在能看起来 我正在找到自由 找到自由 啊啊啊啊啊 找到 你弄我 看起来 我物费的 我所感到自由 我找到自由 找到自由 谢谢 谢谢 真的他唱歌 把我小人生鸡皮疙瘩 全给我唱起来了 我感觉他就是 我们现场这个设备 我感觉就一般嘛 给他唱出了那个 维也纳金色大厅的感觉 真的很活气发 我还想问一个 就是可能问一个问题 就是我感觉你的声音 非常的多变 你是做声优的吗 不是 就是我可以这样说话 可以 但是我也可以这样说话 我想知道你聊天会聊出那种 好美哦 这种感觉吗 当然是我 好漂亮啊 非常爱 对